台湾皮肤科医学会第46届年会 亚洲皮肤病理学会第二届年会 以及东亚白班医学会第三届年会 日前在高雄展览馆举行 国内约900位医师共同齐聚 针对皮肤相关专业进行知识分享与案例讨论 台湾皮肤科医学会第46届年会会长 蓝正哲医师表示 国际交流在医疗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干扰 多数国外医师不课前来 改采线上录影和串流的方式 进行远端视讯会议 这次大会主要的亮点 其实我们原本是跟两个亚洲的学会 带到台湾来跟我们一起办年会 希望可以让台湾的皮肤科的年会 更加的国际化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是很多国外的学者 都改成用线上或者是录影的方式 所以这次参与的人 国外的学者录影 还是线上的方式参与的 大概有46位 但是线上收看的国外的学者 大概有加近100位 然后我们自己台湾 自己来实体参加的医师 大概是有900个位左右 会长蓝正哲医师补充 在承办此次年会上 肺炎疫情的确是 会议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但是由于台湾控制疫情得当 才可以顺利举办 明会按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来执行 包括量体温 采食名制 并且一定要戴口罩 在国外疫情仍相当严峻的同时 台湾人能在医疗上与各国交流 的确是非常难得的经验 我们也是要去想 如果疫情有更严峻的话 可能整个就要都改成线上 因为就不能大型席会 那很幸运的是 我们台湾的疫情控制得很好 那所以我们就根据 中央疫情中心的指示 就是我们实体的会议呢 就是大家要量体温 然后实名制 然后戴口罩 然后保持社交距离 这样子 不过可以在有疫情的同时呢 还可以跟各国的学者做交流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每年举办的皮肤科医学会 不仅专注在案例讨论及分享 也启发新的年轻医师 致力于学术研究 各家厂商也不另投入 为消费者打造优质 及保护人体的药品和仪器 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皮肤议题 透过专业医师们的角度 相信更能创造出优质的医疗资源 对于病人来说也是更大的福音 每一支采访报道